中文实际听力考试 你要起来全部答对 有道理 落水 洗头 第一题 根本就不懂我 你不说我怎么懂你啊 真正懂不需要说 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 说出来有什么意思啊 我不说你应该懂 我又不是算命的 我知道你几个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确实没意思 对 现在我说话 你觉得没意思了是吗 是我说的没意思吗 我说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吗 那你倒是告诉我 你到底几个意思啊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说我什么意思啊 请问 并化中的意识 是什么意识 第二题 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 说四舅被五舅骗去六舅家 偷七舅房在八舅柜子里 九舅借给十舅 发给十一舅工资的一千元 请问 谁才是小偷 谁原本是谁的 第三题 豆腐多少钱 两块 两块一块啊 一块 一块两块啊 两块啊 到底是两块一块 还是一块两块 两块一块 那就是五毛一块呗 你到底买不买 请问豆腐到底多少钱一块 白的啊 第四题 上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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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 你听到了什么 A 上海 B 上海 C 海上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都知道答案吗 知道的话 不打在评论区 给大家谈看看吧 A 上海 C